第三次體 利用煉鐵的原理在氧氣充足的實驗室中 使用純的三氧化二鐵160公克 與足量的碳粉加熱 若純的三氧化二鐵完全反應 則將產生金屬鐵約多少公克 我們看到他前面給的方程式中 我們看碳作用 然後呢產生了鐵 就是我們的反應式甲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他因為他都是給功克 然後求功克 所以我們都把它換成功克 那麼我們要知道三氧化二鐵的分子量 一個鐵是56有兩個鐵 一個氧是16有三個氧 所以呢這邊是112加48也就是160克 那麼這邊有2所以就是320克 所以呢有320公克的320公克的三氧化二鐵 可以產生呢4個鐵 4呢乘以56就是224 所以呢320克的320公克的三氧化二鐵 我們就可以產生呢224公克的鐵 那麼現在呢我們有三氧化二鐵呢160公克 所以呢是一半 所以呢這邊的鐵也是一半就是112公克 所以第34體問我們說 則相產生金屬鐵約多少公克 我們答案選的是珠112公克 好